阿元 等我 阿元 别担心 我现在就去把力量的脑袋切下来 阮九坐进了车子里面 去力甲 司机刚要踩下油门 旁边却突然冲出了一个人 九叔 你出来 于千凡安排给他的几个保镖 也立刻将车子给围了起来 阮九的几个私保立刻就要动 别动 别碰他 你要去干什么 你要拿着日记去找力量吗 放心 我不是去兴师问罪的 他也没有机会看见阿元的日记本 李锦 你冷静一点 现在不冷静的人是你 不是去兴师问罪的 是啊 你是去一命换一命的 难不成 就这样看着力量那个肆无忌惮的 活在这世上吗 所以 一命换一命 就是九叔你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吗 九叔 你杀了人之后 你还能好好活着吗 我死不死都没有关系 只要他力量死了就好了 可你不怕他笑吗 你不怕力量笑吗 他是没活路了 但是他也拉走了一个你 不亏呀 说不定你一刀捅进他肚子里的时候 你还能看见他在笑呢 九叔 你想被他嘲笑吗 一命换一命 他或许觉得很值 加上妈妈那时的一命换两命 他的命 不配用九叔你的命去抵 九叔 我们要安然无恙的 笑着看他们一步步走进深渊 看着他们张牙舞爪的 对我们咆哮 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那才是最好的报复 力锦说的越多 软九的神情就越发平静 他抽动唇角 最终还是退步了 我们上楼先带你吃饭 太好了 都知道吃饭了 那就是恢复正常了 力锦和软九来到了如缓归包间里 你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是的 并且未知准备了很久 你想怎么做 我预计近段时间内 力量肯定要为了股份 和我现在手上这些财产资金 对我动手 让人多跟着你 已经够多了 人数再多 力量说不定就要怀疑 而且他那边也有人盯着呢 九叔 公司那边唯有人安排着 但是因为力量还在 我不敢安排太多的人插手 你能帮我查查 那些和力量合作过的公司 还有他们以前那些项目合同 有没有什么可以抓到的把柄吗 可以 这件事情啊 就交给我了 力量 只要敢对你动杀心 这一次 我就要让他永远都不能翻身 九叔 你可不能悄悄地 去找力量啊 不会的 别担心了 我都有点后悔告诉你了 不会 谢谢你告诉我 你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我才会 真的遗憾一生 力量一直陪他 到了晚上 两人说了很多很多话之后 他确定软酒没问题了 才离开 将军事延之前 动作 为了